观众朋友你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拍案 我是老海波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将一台上同步播出 扫屏幕下部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 在西游记里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 一路遇到了很多的妖魔鬼怪 这些妖魔鬼怪 下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弃恶从善往往后来修成了正果 一心作恶 死不悔改的往往走向了灭亡 吴长安先生设立的神佛世界的法则 其实就是人类世界的法则 2015年11月20日这天 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 晚上九点多 地处黄祖高原上的陕西省黄陵县 已经是人稀车少 街道上一片寂静 而这个时候 居住在县城东关的田先生的家里 却是万分交集 我希望大家和我自己关系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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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我说 我只给他带家伙去 他就吃饭了 那么最后走 然后我这都没人去吃饭了 田先生的女儿小田 24岁 在县友谊医院当护士 当天晚上八点下班 按照往常的九点之前 他应该早就到家了 而现在却反常的失去了音讯 这让家里人慌了神 小田一个月前刚刚订婚 他的未婚夫证实呢 当天晚上八点多呢 他还和小田一直在通话 最后小田说走到了家门口了 他们才挂断了电话 家人发现小田口红和纸巾 掉落的地方距离他家门口呢 只有三四米远 说明小田当天晚上已经到了家门口 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怎么一下子不见了人呢 小田家对面是一片茫茫的荒地和河流 漆黑的夜里 这蹊跷的一幕 让小田的家人不寒而栗 他们赶紧向黄陵县公安局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之后呢 民警了解到 小田当天晚上的行踪 他的轨迹是下班之后 在医院门口乘坐出租车回家 然后呢 在巷子口下了车 朝里边呢 步行了一百多米 到了家门口的 通过监控可以看到 下车之后 小田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快步朝着巷子走着进去 而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的画面 由于小田平时性格乖巧 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他的蹊跷失踪 让大家伙对案件一时难以尽兴 而就在民警彻夜排查的同时呢 寻找小田的消息 也很快在当地居民的微信朋友圈 传播了开来 短短时间里 寻人启示的转发量 就达了上万条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 小田的安危牵动了全县人的心 法律有照片 当时一夜之间 就可以说 传遍了整个现场 当时社会有影响也比较大 各种流言蜚语都有 人毕竟是在家门口消失的 所以很多人当时 还是怀着美好的希望 希望这个年轻的姑娘 不会有什么事情 起码不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很快 所有人的美好奇迹 就被残忍的现实 所击碎了 当时我都活他 这还黑头 我说 那不可能人都能说 怎么你又跑活他 你跟老妈呀 我说看不出我我的衣服 他说不可能 我你敢去看 我 在家做就去看出我 才会是用 然后一看我那衣服 他就是 我说是那衣服 我妈是拿出大衣服 把这衣服 把这衣服都可以大腿死 想得我吗 我说这样好了 肯定是坏的我都死 有时候卡死 想卡死 我说这可能是 肯定是遇上坏人 但是那衣服也算证据 信不住 虽然还没有找到人 但是带血外套的出现 让案件的性质迅速升起 专案组推断 受害人小田 很可能已经凶多吉少 随后 民警沿着受害人小田 下班的路线 调取了沿途的监控 以及宾馆酒店的监控 在近500个小时的 视频资料中 进行反复分析比对 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受害人当天晚上 下了出租车之后 刚走进巷子不久 巷口就出现了一名男子 他朝着周围四处张望了几下 然后快步跟了进去 紧接着巷子里 一个修理厂的监控 再次记录了这一面 从那个监控里边 咱可以摸鸿地看来 受害人路过监控 探护以后 就是10秒钟 后边一个人 快要不急速地跟上去 监控显示 受害人经过探头之后 马上有个人快速跟了上去 很显然 这不可能只是巧合 因此警方把监控中出现的 这名男子 列为重大嫌疑人 进行追查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民警 在警犬的带领下 对周围的树林 苗埔 草地 河道 和寒洞冷地 展开了大范围的搜索 寻找受害人的行踪 很快在距离中心现场 两公里外的一处草地上 民警有了新的收获 巷子板的侧丛里边 就发现人家 酒气的这种黄色的棉盒 那个棉盒 就和检控的出现 前一层棉盒 快死死 一目的样 随后 民警通过调阅附近监控视频 再次发现了这名嫌疑男子 在案发当天晚上的9点多 他骑着一辆摩托车 从马路上捨得过来 来到现场 抛弃作案的时候 受害人所穿的衣物 对周围环境相当熟悉 作案的手法极为老练 作案之后 又十分镇定从容 侦察员分析 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是第一次作案 而且很可能就是本地人 或者长期居住在黄陵的人 实施作案 那么他会是什么人呢 随后警方把案发地附近 近年来所有的刑满释放人员 重点人员和有前科的人员 列为了重点派察对象 老海关上从事 居然跟他去翻译了 翻译就是 以前就是因为抢劫 强奸 判刑的 嫌疑人于这面 回来了 所以回来了 他就是在那一带 东莞那一带 尾随这个单身女性 十次抢劫 抢劫 这个党司给判了18年 尾随单身女性 抢劫 强奸 从警方当时掌握的信息来看 跟女护士失踪的案子 有很多相似之处 于是警方秘密 提取了嫌疑人 余振民的DNA生物剪裁 将他和受害者 医务上所提取到的 嫌疑人的DNA 进行了比赘 很快 发现二者是同一类型 案发之后的第七天 中安组的民警 在宝鸡市蔡家坡 一家化妆品美容店的门口 将反对嫌疑人 余振民成功抓获 一个有着抢劫 强奸前科的嫌疑人 这一次 又是为什么要杀人呢 忏悔 求请 法庭能否考虑 重新量刑 出狱 重犯 是什么 让他死不悔改 那你为什么要抢他 随机型 是吧 是 狱运的天使 拍案正在播出 年轻的女护士小田 在家门口被害 经过侦查 警方终于找到了线索 抓住了嫌疑人 然而嫌疑人余振民 归案之后 面对警方的讯问 却始终拒不开口 连续三天 他对自己 案发当天的行踪 作案之后的去向 以及 受害人 尸体 等等关键信息 都是不发意的 在我身权的强大证据 用砖块威胁挟持受害人 到了河边实施了抢劫 抢劫过程中 致受害人死亡 抢劫现金十几块钱 抢劫杀人 犯罪嫌疑人被公诉 一审法院判决于正民死刑 对于一审判决于正民不服 他提起了上诉 近日这个当时在当地 影响巨大的杀人抢劫案 迎来了他的二审开庭 原审法院依法判决 以被告于正民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两千人 2017年11月3号上午 陕一省高级人员法院 刑事审判评 在延安市黄陵县 公开开庭审理的 上诉任余正民提起的上诉议案 评论中上诉任余正民认为 延安市中级人员法院 一审判决判处 其死刑量刑过重 请着二审法院能够重新改判 一业量刑过重 还有罪名 罪人不服 一业罪受量刑过重 这个例子 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 被告认为 一审法院量刑过重 对于被告的量刑是不是合适 这是法官律师探讨的问题 法理我们未必说得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谈谈 这其中的道理 当你面对生命 要被终结的时候 你说量刑过重 千方百计 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可是你在剥夺 他人生命的时候 可曾有过意思的人词 可曾考虑过自己的行为 是否残忍 可曾认为别人的生命 一样可贵 显然没有 绝大部分的杀人者 他们只是在乎自己的生命 尊敬的审判者 审判员 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我将尽有最大的努力 联系家人 补偿受害人家属 我不求任何人的谅解 只求九权下的受害人 得以安慰 此敬 求情 求量解 我们想 从被害者家属的角度来说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原谅 我们不散布仇恨 但是有些个罪恶 真的是无法谅解的 当然对于自己的罪孽 嫌疑人也表示了忏悔 忏悔看起来很虔诚 可是为了区区十几块钱 就害了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 于振民的忏悔和自责 看起来那么的无力 那么苍白 跟他杀人的时候的凶残相比 法庭上老实懦弱的样子 显得特别的不真实 而事实上 真实的于振民 也从来就不老实 说起这个于振民 黄陵县公安局行政大队的 老民警们都再熟悉不过了 虽然说他年纪不大 却是在当地有名的一个惯犯 曾经多次实施 抢劫 强奸 轮奸妇女 多人 可谓是心狠实话 要知道 那个时候他还上一层 于振民所及河南省 丹城县人 从小随父母生活在黄陵 于家有六个孩子 于振民在家里排行老四 然而他自幼顽劣 16岁的时候 因犯抢劫 强奸 轮奸等多起案件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8年 后来经过多次减刑 在监狱里待了12年之后 他在2015年9月 也就是案发前两个月 刑满释放 来近03年以前 由于自己的年少不知 怀者对社会美好的憧憬 妄想传当一番 不听家人的劝队 辍学在家 和一群闲人混聚于社会 社会观不清 忠心灵 苦二十二载 回到一个家属四里 每日和徐年迈的双清 辛勤劳作的家 看到这一现状 为了改变现有的生活 而又一次被人 带入传销而执迷无误 年少无知 交友不慎 误入歧途 行满释放 急于求变 又误入歧途 在于正民看来 做件犯科都是因为客观原因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行满释放之后 于正民确实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可是他家有洗车店 没工作 可以在家里开的洗车店帮忙 这不是工作吗 很明显 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改造生活 但是他仍然是贼心不改 就在于正民 抢劫杀害被害人小田的前几天 他就曾经在那一块 针对夜间独行的女子 实施过尾随抢劫 最后由于对方反抗剧烈 他最终没能得逞 后来他发现 小田一个人夜行之后 又起了歹意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用这个话来评价于正民 太适合不过了 对于犯过错误 有前科的人 重新融入社会 也确实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这不是继续 坐监犯科的理由 多少刑满释放人员 改协规征之后 都能够修得正果 可是于正民 十几年的监狱生活 并没有消除他心中的戾气 身上的邪气 当生活遭遇了挫折 他又重操就业 当天晚上 他跟踪小田 走到了田家门口 看小田挂掉电话之后 准备进门的时候 他走过去 拍着一些小田 让他拿出钱来 小田过程 有没有跟那个被害人交谈 有跟他说过什么话 有 说什么话 我说 我指缘前不上来 他怎么说 他点个头 有没有说话 被害人没说话 有 为什么 没有 你不要伤害了 由于小田大声的呼救 于是于正民 用一只手捂住了小田的嘴 另外一只手 围住了小田的脖子 把他拖到了河边 你是如何把被害人 从抢劫的地点 弄到捆绑地点的 在路边吃了半块 但有下的 你拿砖头打他了吗 没有 没有 当时被害人是什么状态 你在部署中称 那女子摇摇晃晃走不稳 是不是这样 你是扶着他走过去的 是不是这样 于正民说 在小田挣扎的过程中 他的包散落在了家门口 于是他在河边捆扎好了小田之后 又返回去尸检暴力的物品 可当他再次返回到河边的时候 发现小田好像没有了呼吸 于是他把小田推进了河里 那你当时是怎么确定被害人已经死亡的 当时我叫了两声 然后又踢了两脚 然后又摸了脉脖 脖子 大肚脉 摸了一下大肚脉 踢了两脚 没有反应 你就认为他死了 是 那你已经认为被害人死亡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被害人扔到河里边 当时比较害怕 比较害怕 原本只是抢钱 最后却演变成了杀人 嫌疑人也害怕了 我们想他害怕的不是人死了 而是害怕自己杀人之后要承担责任 根据于振民的交代 警方组织了大量的人力 沿着河流下游方向 对受害人的尸体进行了搜寻 最终搜救人员在下游三四公里处的一堆枯木旁 终于发现了受害人的尸体 出狱重犯 十几年牢狱 为何患不醒他心中的善 给被折磨的相伯都顺顺的脸 转身永别 谁来抚平被害女孩父母心中的悲痛 遇远的天使 《太阳》正在播出 《太阳》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4岁的年轻女孩下班回到家已经走到家门口了 却被灭绝人性的余振民给杀害 抛尸河中 根据余振民的交代 警方在距离事发地几公里的河道下游 找到了被害人的尸体 经过鉴定 小田戏被他人 武鸦 口部 以及恶警导致昏迷之后 泡入水中 溺水死亡 至此 上诉人余振民的辩护律师认为 对一审法院判处的罪名没有意义 但是 略行 这些行为的继续 所以 被告人主观上并没有杀人之故意 也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对此 检察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综合本案 上诉人所实施无嘴恶劲的第一行为 造成被害人的舌骨大脚 甲状 软骨右侧骨折 所严检 肺脏表面 心脏表面出血点 肺脏淤血等失检症状 其符合窒息死亡的特征 可见 上诉人所实施的暴力行为 持续时间长 作用力度大 足以造成被害人死亡 其杀人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 虽然是第二个行为 才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这个结果 但是 前后两个行为 是上诉人在一个概括的 杀人部以下连续实施的 无论是第一行为 还是第二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 与上诉人抑郁实现的结果完全一致 因此 把逆死被害人的行为 作为截取财物的手段 在抢劫犯罪中予以一并评价 是符合刑法理论的 从这个角度 一审认定为抢劫过程中致人死亡 构成抢劫罪定性准确 检察官认为 上诉人于振民 犯罪手段残忍 性质恶劣 后果严重 而且他曾经犯抢劫强奸罪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8年 刑满释放之后 仅仅两个多月之后 仍然不思悔改实施犯罪 其构成了累犯 主观恶行大 依法应该予以严惩 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 立即执行 量刑适当 综上所述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定的上诉人于振民 抢劫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定性准确 量刑适当 建议二审法院 维持对上诉人的一审判决 在一审判决中 法院判处被告人于振民 赔偿小田的父母 小田丧葬费 26,059元 但是驳回了其他的事实行求 对这个部分 代理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伤责费 这个非常数额过低 作为被害人田丹丹 其父母辛辛苦苦 将其抚养成人 刚走上社会 步入工作 每月的收入 能稍微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而就在此时 被告人于认名 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导致了田丹丹的死亡 故意依法赔偿 死亡赔偿金 及处理 丧葬事宜所产生的对冻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何一廷表示 将会在平易之后 择日做出终审的判决 庭审结束之后 受害人小田的母亲 痛苦流涕 久久不愿离去 案发之后的这两年时间里 他们一家 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小田的父亲说 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 上有一对日渐年迈的父母 下有四个孩子 小田是家里的长女 其他三个孩子年龄都比较小 还在读书 家里全部的经济来源 全靠他和妻子 给别人做门窗来维持 女儿小田从小乖巧懂事 体谅父母的不义 初中毕业之后 她选择了读中专 希望能够早点毕业 赚钱养家 从西安一所未校毕业之后 她回到了老家黄陵的 一家医院上班 三年多来 认真负责勤勉努力 多次受到了医院的表彰 2015年10月4号 也就是小田发生意外的前一个月 她刚刚订婚 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 即将迎来她神生的幸福时刻 然而就在离家 只有三米远的地方 一个恶魔般的男子 终结了她短暂的人生 击碎了她关于幸福的 所有憧憬 也将她的人生 永远定格在了24岁 一个即将迎来 人生幸福时刻的 白衣天使意外凋零 一条年轻的生命 无辜的消失 让每个人的心头 都充满了悲伤和愤怒 也给她昔日幸福的家庭 带来了灭顶之灾 十万人的父母说 案发之后至今 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 上厨人及其亲属 一句悔过的致歉女 他们现在唯一的期望 就是凶手早日伏法 以告慰女儿的在天之灵 小田母亲说 案发之后的这两年来 她总是会想起 出生那天早上 女儿出门上班的样子 一转身却成了永别 鲜花一般的生命 就这样凋零了 伤痛将会伴随 田家父母一生 我们想每个善良的人 都会对于振民 这样一个恶魔无比的痛恨 想想女孩被害之前的恐惧 想想女孩亲人的绝望和悲伤 除了一些假慈悲 没有人会选择原谅这个恶魔 包括法律 本分男子 为何三番五次被警方抓捕 最近老是找我 济南的好几个地方的警察 一种人把我抓住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相貌相反 是谁在克隆他的身份作案 拿着王湘镇的那个户籍照片 和我们录像上的人做比对 包括他的权果面容 比例 都认定是一个人 变脸 海岸明晚播出